民視就有個公案 這故事還有講到說 我們六祖惠仁大師他 那時候有分為南盾北劍 南盾北劍就是 南邊的就是我們的六祖惠仁大師 那北劍就是我們的神秀大師 神秀大師他 他講的就是劍法 就是我們就是我們修行慢慢的修行 去修正自己脾氣毛病 然後來去做 承道這件事情來成就自己這件事情 那南盾就是 六祖惠仁大師提倡的頓悟 就是禪定我們的 我們的自信 要去領悟自信 修行的法 就不太一樣 當時候人家去 去做所謂的分類把他歸納出來的 那 神秀大師 當時人都認為應該是神秀大師 才有辦法 承擔六祖惠仁大師的 六祖的職位 這個職位才對 可是為什麼是六祖惠仁大師 所以 當時候 下面那些人 他們會想要去做所謂 刺殺動作 對 他們想要做刺殺動作 所以 這個過程 後學聽起來 真的 覺得很 真的很恐怖 我們 為了修行 然後有清淨佛法 可是我們卻為了我們人心 我們人心卻為了一些 自己的比較 自己的私心作用 然後想要去做所謂刺殺 破壞別人的行為 這個 真的很可怕 那 他們就真的派人來 然後來刑事 六祖惠仁大師 這個公案裡面 這個故事裡面有講到 六祖惠仁大師 他已經有 那個 宿命通 所以他知道說 今天會有來刺殺 那 他在壘仁前 他與這個 刺殺的刺客 他跟他有段緣分 是因為他有牽他一些 牽採 那 這個 過程就是刺客來了 那 那是說你殺不了我 因為我在壘仁 以前 我牽的就只有牽你錢而已 所以你牽他就終於給了 這個刺客怎麼可能會 只拿錢拿走 但是他的目的是 他的目的是刺殺他 刺殺 錢更多 他 他 他當然是要刺殺 選擇刺殺 那 那個六祖惠仁大師 就有講 剛剛講過了 他刺殺不了他的 所以六祖惠仁大師就 就把脖子生殘 讓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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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試的做刺殺這個動作 可是 他刀揮下去三次 完全都砍不到他脖子 那這個 這個 他就讓下去害怕 我怎麼可能 都是砍不到 所以他當下就 就非常的 非常的緊張 然後非常的懊惱 跟懊悔 然後 然後跟 就是跪下來跟 陸祖惠仁大師 做懺悔這個動作 然後也願意來 錄 這個佛門來做修行 那再來就是 我們的 度眾不遺為法 我們可以想像 在當時候最有名的 就是 神修大師 跟慧仁大師 那 很多的 很多的 佛 就是講到佛法 一定會想到他們兩個 那我們如果有在 研究佛法的人 是不是在修行的人 他們想要得到 印證 驗證的話 就算了 到後面